好,咱们先来看第一题 这个题还是一样把主干成分抽一抽 主干读书中文,修饰部分可以选择跳过 尤其是像这种在没有花线部分里面这种比较短的修饰语 这是可以跳过去的 这里面上来radio carbon dating of fossils 肯定这个dating是核心词 所以主语是dating 你每一个成分要抽一个词来真正承担成分 不要抽一串 抽一串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读下就会比较乱了 所以你只抽一个词为主干成分,一个成分就可以了 是这种侦测技术 Taken from什么caves这一堆肯定应该是它的一个定语 修饰fascals 所以说fascals是从山洞里面拿出来 这里面的话这个长,虽然这个定语比较长 因为它没花线,所以也可以忽略不看 没有关系 这个suggest便是位语动词了 这块都会发现这个选项本身就严重的主位一致的问题 因为主语是单数 位语动词应该跟一个单数才对 因为suggest才合适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读每个选项的时候 发现这个选项带回原文之后 有严重的语法或者严重的语义问题 就可以选择直接干掉 不需要去再看别的了 所以a肯定是不对的 b选项带回去之后跟a一个问题 所以这也不对 再看一下c选项 c的话主语还是dating 动词这会变成了suggest 表明 身后是一个b语从具 对吧 有一件事 里面的主干应该是protion 就是protion意思 一小部分地区 从具里面的主语 所以动词是remain 后面的表语应该是as free 对吧 后面再往后撞语了 好 要注意 要判断每一个词的成分 你虽然说不需要读这帮修饰语的中文 但是修饰语的成分还是需要去判断的 所以c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 可以先暂时保留 再看4D选项 4D还是一样带回去 主语是dating 动作是suggest 注意咱们都一样 要一个成分一个中文的去读 尤其是主干成分 要先判断成分 因为所有的考点或者意思的区别 藏在成分的差异 如果你不先读成分的话 你会对成分差异不够敏感 那么做题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做一些错误 那所以如果如d所写的话 那么它的宾语这里面你看 就变成了potion 对吧 就是一部分区域 好 你会发现两个选项 c跟d明显宾语是不一样的 c是说dating表明了一件事 对吧 它怎么样的那些事 而d是说dating表明了一个区域 或者一个区域的一部分 那很明显 碳元素追踪技术表明一个区域的部分 肯定不对 肯定是表明一件事 比较合适 对吧 所以d选项有严重的语义的问题 可以直接干掉 那5亿选项 这主语还是dating 动作还是suggest 这个回答宾语依然是potion 对吧 那身后这个tube是宾补了 但是不管宾补是什么 你的宾语还是真正的动作承受者 对吧 那所以还是揭示了一个区域的一部分 那肯定还是不对 对吧 所以这个宾语就能直接排除了 答案的选择应该是3c选项 这个题一定要注意了 虽然看起来也不算短 但是你把这个主干成分只要挑出来 包括主具的 包括长丛具主干 其实很好做 题都是一样 就是成分的不同 带来意思的不同 你很容易去 只要你能把成分分对 这个题很容易做对 好 再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 just as 这个大家稍微记一下一个算是基本的语法点 就是这个是常考的语法点 所以你记一下没有坏处 就是just as 这个词 如果你后面加上一个a做了b 这样一件事 然后那么后面的主句可以用soul 可以不用soul 这个soul是可以省的 没所谓一定要加 也可以加可以不加 soul的话身后应该是c度d 这个just as和soul这加一块呢 相当于是一对这个连词啊 表示的是就像a做了b一样 这个c呢也做了d啊 这么个意思 所以的话呢 待会你看到just as 还有说 你其实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其实还是很常见的一个 考你这个搭配的一个情况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考题啊 那么如果a所写的话 那么就just as 后面加个句子应该是 那这个句子是 the free computer appling system linux 这里面应该注意是linux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啊 那has 这位动词 has become 不是has has become 是一个位动词 表语呢 是resistant 对吧 然后soul身后呢 等于soul是跟他们加过的 这么也可以去省一个连词 当然也可以写些 也没问题啊 然后support for it has been growing 意思是说 就是对于他的一个支持的主义 对吧 对于他的一个支持 那么现在呢 系动词是has been 可以认为整个has been growing 是一个 这个一个动词啊 那has been当事态来看 就是说 就像是linux 它变得越来越 这个resistant的啊 一样 那么这个支持呢 也会上升啊 所以这是a选项的一个字免地 所以现在可以先算是保留 那rb学乡的主要问题呢 在于 这j3的后面给了一个with 对吧 那给了with之后呢 后面就不是句子了 那这个语法肯定不对啊 后面怎么也加个句子吧 所以这个 rb学乡肯定不对 c的话呢 一样带回去 j3的后面给了一个句子是linux 动词是has become 表语是resistant的吧 就可以 become这个 崩溃啊 so也一样可以省掉 那后面呢 是it has been that support for it 这等于相当于后面给了 it has been that 这里面的话 这个it应该是指代一个单数的名词 但是 这里面只能指linux了 这linux是一件事儿 这个意思很奇怪 对吧 so的后面呢 等于是这个it也当不了形式主义 如果是形式主义的话 应该只身后这整个的一件事情 但是has been后面没有表语 所以这不可能当形式主义 也不可能是强调句 因为强调句的话 这个动作后面 应该是强调内容 这里也没有 所以呢 它等于这个it 就只能当一个代词 代词只能指linux了 那它意思变成了说 是linux的系统 是这件事儿 那肯定不对 这个意思就坏了 对吧 不能说系统是一件事儿啊 所以这个c肯定就不对了 那d选项的话呢 just like like其实 如果你加like的话 那么它就是个js了 那js后面再加个ges短语 那肯定是不对啊 ges后面得跟名词了 不能再加ges短语了 所以d肯定不对 e的话呢 那个like也一样是个ges 那后面给了一个动作 给了个句子 所以这可能语法也是错的啊 所以e也不对 答案呢 选的是a选项 这条题你就是需要积累出这个搭配来 然后又把这个后面的这个soul后面的主干成分理清楚 这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咱们看一下第三题啊 第三题的话呢 句子比较长 但是其实难度不算大啊 把成分分清楚就可以了 主语 前面because是软语中语同句了 主语是melanda对吧 melanda后面是个同外语啊 呃 类语动词呢 是has 然后表语呢 编语呢 是feature 有很多features 有很多这个特征 后面这可以算作features的一个定语啊 包括了很多这些东西 这话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来说 逗号后面加doin都是伴随 但including是除外的啊 including不是 including呢 是个特殊的一个用法 他就说定语就是一个名词的 不会做伴随的啊 这是一个特殊的doin啊 这个大家可以积累一下 然后那么这里面后面的主语呢 是astronomers 对吧 就是天文学家 动作呢 是表明或认为 身后是另外一个 编语同句了 那什么事呢 at one time 其实是里面的状语了 可以先不看他 那位语动词呢 主语呢 应该是impacts啊 就是撞击 然后那么位语动词呢 是broke啊 位语动词 碎啊 编语呢 应该是surface apart算宾补了 就是我意思 联系话意思是说 这个撞击会把 这个表面打碎啊 这个意思 然后那么 所以连向前面意思 应该是说 因为还有很多的地貌嘛 所以说 这帮人就认为一件事 就是你写重复的撞击 是把那个表面打碎了 才会有很多地貌的嘛 这个意思 按照这个链子 看到这种并列链子之后 一定要先考虑一下 身前跟身后的 一个并列的问题 对吧 应该是两个句子 或者某一个成分 去并列 但后面给了一个afterwitch 所有的gs加witch应该都是一个定语重句 那身前明显是没有定语重句的 所以这个并列上肯定不对啊 预法直接干掉了 A不对 然后把B带回去 B的话呢 主语就是还是看化前部会之后啊 就是因为前面都一样嘛 就是这个表面一件事什么事呢 主语是impacts 这话没人定语了 可以不管它 畏动词呢 是broke it可以指个surface嘛 就是把这个surface 又去打碎了 那这里面如果你读意思 都比较详识的话 就其实也很容易干掉 等于是说 在表面上的impacts 去把表面打碎 这个其实有点 已经是有点赘语了 不过它不算主干 你如果没有看到 也很正常 可以先不理它 afterwitch这回 没有问题 就没有这个联词了嘛 所以直接当定语重句 修饰个名词 可以 那后面就会发现 主语是fragments 对吧 因为从句里有个动词吧 那rejoin 这个不是动词 having down 不算re动词 所以这块肯定不对 having down 肯定是得加个动作才行 所以b肯定就不对了 那再看c选项 c的话呢 还是带回去 b语重句 从句里面 through repeat impacts that surface broke apart 你会发现这里面 through是个介词嘛 那身后加这个名词 当一个介词软语 身后这个可能当成了一个同语重句 或者是定语重句这样的 那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这个宾语重句里面 就缺少主句了 后面又是定语重句了嘛 所以就没有主句 那这肯定语法也不对啊 一定要记住 看到连词之后 身后必须要找一个句子啊 因为连词是连接句子的词 必然是要连接两个句子的 如果你没有句子 肯定是不对的啊 那有一些是要预判 我们要对成分有些预判能力 比如说我看到介词 要预判到身后肯定是个名词 对吧 我看到连词 要预判到身后得是个句子 也可能是伴随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本质上都是个句子 对吧 我看到了动词 我能根据词译 来预判身后的成分 你比如说 你动词是个极无动词 那我读完动词意思之后 我就能知道 后面得有个别语 对吧 我要去找这个别语 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能力啊 咱们再看一下私底选项 D的话呢 这个主语还是别人surface 动作是broke apart 对吧 可以把它当一个位动词 一个动词了 这个位词是状语 还能接受啊 意思能接受 那after定语重句 身后还是一样 没有一个位动词啊 跟RB凑一样 所以私底肯定不对 无异选项呢 注意是surface broke apart 后面撞语 跟这个D都一样啊 after位身后定语重句 修饰这个impax的呗 对吧 在impax之后啊 有什么现象呢 就是fragments rejoined 这个动词啊 重新聚合了一下 那明显这个异选项 语法上和意思上 都可以接受 所以呢 E呢 就是这个题的答案了 好 咱们再看第四题 呃 这个题呢 首先主语是银行 backs啊 I having troubles 就是为一种词 有 比喻是troubles 对吧 那身后呢 是一个定语重句啊 什么样troubles呢 里面其实是一个细表结构了 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troubles啊 然后那么in errors 是状语了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域呢 在什么区域里面有呢 是在这种啊 就是where定语重句 就是error的啊 就是这什么地区有呢 是在这种 呃房地产价值的主语啊 价值 那half drunk 这位动词 shaverly是个副词了 就是严重下降的地方 然后and身后这个where 明显跟前面的where并列了 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是那个industry主语 动作是trange的 对吧 然后后面呢 which eliminate thundance of high paying drops 这个which eliminate 应该是一个定语重句 这里面的话 应该就应该是找一个 比较近的一个名词来修饰 当然了 咱们讲过定语重句 是可以去跳跃的 其实你不光是定语重句了 状语啊 包括定语 只要修饰语啊 都可以具备跳跃这个前置 因为很多时候 我英语是一个直线的语言嘛 所以我没有那么多位置可以放 那我会尽量把修饰部分 要贴到我要修饰那个词上 但是有的时候 因为比如一个名词 后面带了很多个定语 那你就不得不有 跳跃的现象 对吧 只能是把那个长的 放在后面一些 把短的放在前面一些 但这个呢 并不能成为你的一个 排错的手段 你不能说 我就认为一定得有这个 这个这个近语言 那就不见得 你得看句子意思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咱们读的时候啊 还是那个标准 不要跟选项挑错 按照选项字面上 最合理的意思来读 我这里面的不挑措置的事 不要去挑那些细节的毛病 如果选项本身有严重的语法 或者严重的语意的问题 那你可以直接干掉 这没关系 对吧 比如说小明吃地球 是吧 宇宙打小明 是这些 可以直接干掉 但如果说本身意思呢 可以接受啊 语法上 就是也就像这种跳跃啊 什么的这种 就是不算问题的问题 就不要挑 对吧 那你能看懂就算是对 好吧 那这里面的话呢 如果它这么写的话 这个Wish Eliminate 它就变成了一个定义重具 用来去修饰这个industry了 那应该就是说 这个industry呢 删除掉了很多的高收入工作 那可以先暂时保留了 先留一留啊 所以A呢 可以先保留一下 然后看B选项 B带回去 还是一样之负资格状语 那这个意思是房地产价值下降了 那并且呢 又有另外一个地方 是这个industry呢 现在retrench了 然后那么呢 后面eliminating这一堆 那这个 这个eliminating相当于是一个伴随啊 那么它的主语跟它所修饰这号主语一样 就是industry对吧 那你会发现 A跟B明显成功有差异 B呢 A的这个定义重具 对吧 只修饰这个名词 而B的话呢 那你就是伴随了 那虽然主语都还是industry 但是呢 它等于是两个动作就修饰关系了 所以你其实是要判断 到底这个eliminate 删除掉数以千计的高收入工作 和retrench这个词有没有关系 那这个时候 你就得去理解retrench这个词的意思 这个词表示的是收缩紧缩的意思 如果能理解到这儿的话 就会知道 那收缩紧缩 跟删除掉数以千计的高工作 高工资工作肯定是有关的嘛 因为就是因为收缩紧缩了 才会删掉这些工作 对不对 不然不叫收缩了 所以呢 B肯定比A要好得多 所以B先保留 A就干掉了 看C选项 C的话呢 你按照身后给了一个 这算独立种格吧 我意思加名字加独颖的吧 独立种格 那你身前是没有一个 壮羽跟它并列的 所以这个C肯定语法就不对了 私底摄像 注意了 私底里面的话呢 如果你逗话之后 加了with加名字加独颖 那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相当于就变成了 一个独立主格了 然后 那么这里面 and elimination这等于 首先and的身前 是没有一个能并列对象了 如果你并列的话 只能把这个名词 跟它并列 跟industry并列 那也明显不并列 对吧 你不能说拿工业和删除项 并列很奇怪 另外 即便不看这后面这一段啊 咱们只看前面这一堆 相当于拿这个工业在收缩 来去修饰前面这个 因为壮羽从 等于壮羽从 这个独立种格结构 等于它来去修饰前面这个 房地产drop了 这两个动作明显是 不会具有修饰关系的 因为前面讲的是 房地产的价值的一个收缩 后面讲的是工业的一个收缩 两个都是收缩 但是呢 是不同行业的收缩 那肯定之间是没法互相修饰的啊 所以D肯定不对 那E呢 这个修饰跟D差不多啊 所以答案呢 选的是2B选项啊 那这种也是考底居间关系嘛 是并列关系 还是修饰关系的吧 包括后面这个修饰关系 还是定义关系 那这种其实考具体关系的考题 会看起来比具内关系 所谓具内就是说 一个句子里面 主位的搭配啊 或者是主编的搭配啊 这些 看起来会比主编 主位要稍微信息量大一点 但是你只要能分清这个成分 原则上是一样的 就是考你逻辑关系嘛 非常简单 好 咱们再看第五题 那这个题前面是一个状语了 在一个speech里面 对吧 这个可以先不管它 然后主语呢 是chairman 这个主席 动作呢 是panton 就是描绘了 对吧 编语呢 应该是这个picture 或者一个 一个对经济来说 比较乐观的蓝图 然后那么A选项的话 suggesting这一堆是个伴随了 对吧 所以这相当于是个主语啊 这个还很难看懂 这是个伴随 他主语还是这个chairman 是chairman suggest了 什么呢 这后面其实是个盗装了 他的第一编语应该在这儿 那这相当于应该是个编语从据 他把那个编语从据带来给省掉了 这是可以省 他们在上一套里面讲过 这个编语从据 带来的是随时去可以省略的啊 这个带去 所以他就相当于是说 我表明了一件 就是意思是揭示了 或者把这个这件事告诉给了这些investors 所以是两个编语啊 就是我把这件事告诉给了投资者啊 就是双编语的意思 那这个带都可以省掉啊 咱们其实我们在各种地方都去反复强调过这个概念 就是编语从据带的是永远可以省掉的啊 就是我们还是那个道理 按照选项最合理的意思来读 这件事我也会在就是每次跟学员们的一对一里面啊 包括在大课里面都会反复强调 大家总是会对这种语法概念特别的感兴趣 觉得哎 就是一定要背这个 但其实完全真的是没有关系的啊 就是你要按照选项 他每个选项 五个选项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长得不一样 是因为他希望把不同元素啊 就这元素绝对不太变吧 他希望的是把这些元素 又不同的关系组合起来 你其实要判断的点就是你选择一个在逻辑上这个关系准确的选项 就这么简单 他偶尔会考测你一些语法概念 但这个概念都不会是特别生僻的 或者那些你不太了解的概念 都是那些最基础语法概念 所以纸买考试没有他自己的语法 他的语法都是英语的基础语法 只不过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因为他长相 会给附加给他很多 我们以为这样写更优 那样写更好 这样的说法其实没有 你把这个成分理清楚 意思看对就足可以了 所以这里面话说话说题 那他的等于是一个B语从据 那从据里面的这个主语是Bank 就是银行 and near future 然后is lowering 这是位于中子 对吧 降低了自己利率 所以A可以先保留 看B选项 B的话还是一样 主语还是这个人 然后表明了 这是B语从据了 对吧 跟A的成分是一样的 也是双银语 这是O1至O2 做个道章 把这个事儿建议给投资者 什么事儿呢 也是里面主语是银行 动作是问到Lower的吧 B语是Race 这两个选项其实成分上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呢 时态不太一样 对吧 这里面因为是near future 没有必要用进行式 对吧 正在进行式 不太合适 所以O2 not lower 就将不会这样干 是虚拟状态 这其实比较合适 所以B呢 可以先保留 A就干掉了 像包括这种虚拟语气 包括情态 这些 其实考试里面考的几乎没有 那他只要你能看懂就可以 他其实考的不是这种 严格的语法 可能10年前的考试 会可能更偏重语法一些 但现在的考试 基本上跟语法没关系 就是不会在这 给你设些障碍 你只要能明白 能把这看懂 比如说 你能把 where I you 看 就理解为 if I were you 就可以了 能看懂就行 不是要就给挑了个错 所以不用背那些知识点 真的没有用 好 然后再看一下 3C的话 等于给定义通句了 which suggest 那首先表明这个肯定应该是人 你用which来做 肯定语法就不对了 所以这CK直接就干掉了 不管写什么都不对 语法错了 d的话 这个with suggestion 注意先方的成分 如果如d这么写 带进去的话 那这是个状语 对吧 那么等于的话 这里面 他就注意 这块是有一个 有一个小的难点的 那这个with suggestion 它相当于一个介绍短语 所以跟RB不同 RB是伴随 所以伴随 是个简化过的状语重句 那么这个suggester 有主语的 主语还是这个人 所以是人 在描绘这个蓝图 那人呢 在描绘的时候 他又把这个事 告诉给了投资者 那这是OK的 因为他本身就在 这个化线部分 在解释 这个是什么样的 一个经济蓝图 对吧 那如果如d和e的话 那么这个with suggestion 相当于这个时候 suggester是没有 逻辑主语的概念的 因为它是个名词 纯名词 名词是不会具有 逻辑主语的 对吧 所以的话 等于是说 是这个chairman 他呢 带着一个建议 因为with一般 咱们如果 纯翻译成一个借词的话 表示随着带着的意思 对吧 他带着这个建议 来去描绘这个蓝图 那好像这个建议 并不是他做的一样 就表示说 他这个建议 本身一直有的 我带着这个东西 来去描绘这个蓝图 那很明显 这意思是不对的 应该是说 他描绘这个蓝图 是他在去把这个事 告诉了投资者 这是我蓝图的一个内容 对吧 而不是说 我带着一个这样的建议 来画这个蓝图 这好像这个建议 是别人做的一样 那这个意思 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D和E呢 意思上不对 这种小的概念的考题 其实还考试里面 还是有一些的 那难度呢 相对会稍微大一些 它不是那种 大开大合的成分差异 而是这种 就是 你要搞清楚一下 是谁在干这个事 如果RB这么写 就是Chairman干这个事 如果是D 这么写的话 就是 其实就暗示 你不是Chairman干的 是一些别的人 做的这个建议 或者是内容 那意思就可能歪了 没法去修饰这个动作了 好 还是那句话 选择逻辑上 最准的选项 就可以了 好 第六题 这个题呢 先上来 主语应该是 这个产出 对吧 这个就是主语 那每一个这样 哪个产出 那有变化 对吧 变化差别很大 变化很大 这壮语 可以不管它 那Indent这个词 注意一下 这个Indent 跟Because 是完全相等的 没有区别 这是一个连词 表示的是因为 So that 表示的是所以 这是因为的意思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主语是 Single tree 这个树 那么depending号 是伴随了 取决于什么呢 这树取决于什么呢 这个Bose in size 大小 And on climbing and atos 这是 这里面是个伴随 那动位动词呢 是produce 宾语呢 是burries 然后to do something 其实是宾补了 就是我让他们 去干嘛 那这里面的话 很明显 这个有一个 平行的一个词 叫both A and B 这次这个 刚性语法错了 像either or both and 都属于是 平行的出发语 both A and B 应该是 让两者 是完全平行的 那前面是名词 而后面是个 接词短语了 那这个肯定 语法上就 没法一致了 所以A肯定 语法就错了 直接干掉 而B的话呢 注意 还是一样 前面都是说 这个变化 然后后面是因为 因为什么呢 主语是single tree 那注意 这块有区别了 这一块呢 其实是考试里面 偶尔会出现的 一个考法 这个部分 这个dependent 它跟dependent 就不一样了 dependent 这个形容词短语 dependent 是形容词 在剧中 用豆花一隔开 是个形容词短语的话 其实也都是伴随 注意 也都是伴随 它等于是把 那个being给省掉了 因为 一般来说 形容词短语 会做表语 那前面 其实是个系动词 它等于是把系动词 给省掉 因为系动词 本身不表意 这咱们在课程里面 将来会说 不表意 所以说它肯定 应该是一个 就变成了一个 这个这个 伴随了 所以它的主语呢 就是这个 数啊 数没错 所以如果你 这里面抽主干的话 就变成了说 在伴随里面抽主干 这里面抽 这意思变成了说 是这个数本身 is dependent 这块就结束了 因为这个 暗就没 暗示状语了 这是形容词嘛 所以相当于 就是我这个 主细表结束了 意思是说 这个数本身 是 这意思是的意思嘛 是可依靠的 这是B的意思 而A的话 这dependent on 是一个动词吧 是一个极物动词 短语 意思是说 这个数取决于什么 因为dependent on 是取决于的意思 对吧 而如果 卢B这么写 变成了说 一个数本身 是有依靠性的 可依靠的 那这个意思 肯定不对了嘛 因为后面是说 我能 应该是说 依照这个数的 一个大小 跟什么气候 然后我能去产生 足量的煤嘛 对吧 所以呢 这个2B 这个伴随你们的意思 就不对了啊 这块看起来 其实很容易忽略 但其实是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 巨型的不一样 主位宾跟主席表的 这个巨型不一样 这个其实是一个 长考的问题啊 所以B肯定不对 C的话 因为什么 因为处是主语 Depending on 这块就并练了嘛 Depending on the size and on the climate 对吧 然后后面怎么着 所以C先保留啊 4D的话呢 一样 这块并给补来了 对吧 这个补补都无所谓啊 都是伴随 但这个伴随的问题 其实跟刚才的2B一样 所以D不对 E的话呢 一样 这是一个dependent 还是个伴随 所以错误跟C一样 不是错误跟B一样啊 所以答案呢 选择是3C选项 好 第7题啊 这个题有一点点的乱啊 这个题呢 A选项的话 主语是伽利略啊 那么微动词是没有发明 编语呢 是望远近啊 然后但是 这是个连词啊 这块把它等于两句话 隔开了 但是 后面接词短语 一看出接词短语 肯定应该是状语吧 Uncle hearing啊 在听说 这个in1609啊 应该算是hearing的一个状语啊 这种动名词 短语也可以有状语啊 用个自己的状语是可以的 就表示我这个动作的一个时间嘛 后面其实是这个hearing的宾语同句 注意这个逗号都可以加 为什么呢 咱们在之前的课里面讲过 就是这个逗号呢 是不能去加在主和位 包括位和宾加在主干成本间 除非这种情况 就是我是一对逗号 这个逗号的目的不是为了隔开 位语动词跟宾语的 是为了隔开这个插入语的 这个时候可以啊 可以隔开也插入语 所以这块的话等于是听说一件事 什么事呢 里面是主语是instrument 动作呢 是被做了啊 他听说这件事之后 这状语结束了啊 那么后面的主句主语是 他啊 很快呢 建立了自己的设备啊 所以这块的意思是很合理的啊 就是说 虽然这个伽利略呢 没有自己去发明望远镜 但是呢 在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嘛 所以A呢 肯定没问题 先留着 B学校 主语是伽利略 动作呢 是发明 比于是望远镜 深厚的bud之后 有一个壮语同句 也可以啊 壮语同句也行 主语呢 是他啊 这是主语啊 畏语动词呢 是这个heared off 是听说的意思啊 这个in还是可以不用管 听说 然后后面啊 注意这个宾语是谁 这个宾语就直接变成了instrument 对吧 这哈绿大师宾语了嘛 所以变成我听说了一个工具 这是宾语吧 那到这儿已经不对了啊 什么叫这个人听说了一工具 对吧 肯定是听说这件事嘛 对吧 所以不用听说工具啊 所以b直接干掉了 后面可以 其实的话可以省略 把这主语给省掉 就可以接受啊 c的话 主语是他 加约略 那even though是状语了 even though他没有发明这个望远镜啊 这后身后呢 unhearing还是一个状语啊 也可以这么放 这后面是病语同句没问题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该主语的主语的话 又出个he 咱们以前也有提讲过 这个he本身又只带加约略 你不可能拿同一个名词 来同为自己吧 对不对 你可以给这个名词 后面加个定语可以 但是你不能拿一个词 来同为自己啊 肯定不对 所以c直接干掉 塞加斯蒂 连词 主语是他 动作呢 是发明 并许是望远镜啊 这中间是一个状语 对吧 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这块呢 主句就没有主语了 主语啊 这块不能省略了 它不像这种 并列连词 可以省略啊 这种从属连词 是不能省略主句主语的啊 也不能省略自己 里面的主语 都不能省略啊 这个像 除了and or but 这三个并列连词之外 这种从属连词 都不可以省略语的啊 所以这里面 等于主句没有主语了 所以这个d肯定不对啊 e呢 还是状语 主语是他 动作呢 是发明 并有望远镜 那这中间有个but 这就是个连词啊 那but身后呢 问又是个连词 这里面是个句子 然后but后面是个句子 等于又有音乐运奏 那等于这整个选项里面有主句 对吧 因为你n个句子 要用n-1个连词连接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你仨连词 然后三个动词呢 肯定不对啊 所以呢 可以直接弯调 答案呢 选择是1A选项 好 第八题啊 这道考题呢 其实考的会比较细啊 虽然说看起来比较短 但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 要把意思能理清楚 主语呢 应该是华盛顿 对吧 这是一个人啊 GWC这个人 那we don't dedicate 就是奉献 对吧 那其实是 dedicate A to B了 是吧 他整个生命奉献给了什么 所以这是第一笔语了 是奉献了 他整个生命给 这第二笔语 是核心的stressening 对吧 就这种加强 是说是这个经济和source 都是修饰这个加强的 就是经济的南部加强 这话呢 如果你对这几个词 不是非常了解的话 就觉得可能比较乱啊 了解的话就觉得更乱了啊 就这其实有点乱 但是你可以 如果你没有想 没有理清楚这三个词的关系的话 你可以先放一块这个选项 后面的with呢 有两个兵语并列了 两个状语并列了 就是with improvement 就是增加这个土壤啊 和就是差异化种植这些cross 这俩等于是两个 就是杰斯短语做状语啊 A呢 如果你觉得比较乱 可以先暂时保留一下 你不用去强行的挑错 这样可能反而更慢 那如果说你没理清关系的话 再往下读 那么可能有的选项 就能让你帮助你把关系理清楚 这里面如果读B的话 主语是还是这个人 动作 还是是奉献 并还是life 第二笔语的核心词 还是struture 等于是个动名词嘛 一言是他 但这个时候呢 他的等于后面接了个编语嘛 是加强了经济 什么的经济 应该是这个南部的经济 对吧 那这会你就明白了啊 其实这个两个关 应该是说 这个人是加强 就是荒盛顿啊 奉下了一生 在哪呢 在加强这个南部的经济 这没错 而这个加强这个动作 是不会发生在南部的啊 不能说这个经济的南部加强 这其实不对 应该是我加强了南部的经济 这比较合适 对不对 好 那后面的话 也是两个分裂 improvements和这个 两个状语啊 improvements和这个 diversification 所以B可以先保留 A就不对了 那三分选项 还是一样 必须是stressening啊 前面都一样不说了啊 呃 然后是经济 后面状语 定语修是经济的没问题 然后through跟这个位置差不多 都是一个方式 那注意 这个两个状语也一样 那整个大框 东西上都一样 但注意 B跟C这块考的一个 比较小的概念 就是这是一个所有格 做定义的情况 这是一个名词 做定义的情况 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这次短缘 尤其是off的这种 所有格关系 意思是有一个 不同的含义的 比如我们讲说woman teacher 那这个意思呢 意思是这个女老师的意思 对吧 这个woman teacher 等于这个呃 这个女性在直接做teacher的一个逼语啊 呃定语啊 名词做定语啊 你可以认为这个woman 已经变成了形容词啊 woman teacher 呃 这是女老师的意思 这个woman表示老师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属性 对吧 就是一个女性性别这个属性 呃 但是呢 如果说你变成了teacher of woman 这个意思就不对了 因为off的所有格表示个拥有的关系 你不能说是女人 他们拥有的老师 这肯定不对 什么叫女人有的老师 对吧 肯定应该是女性的老师才对 所以的话呢 这种名词的定义里面 表示这个名词的一个特征 而如果是个off的所有格 表示一个所属或者拥有的关系 那放回到这个题目里面去 2B表示是这个庄家和这个diversification有个拥有的关系 就是这个庄家他所拥有的一个差异化 而这个C表示是这个庄家的差异化 那很明显应该是庄家的差异化比较合适啊 那这没错 因为这里面肯定肯定是 你不能说是庄家还有个东西吧 对吧 这肯定没有所属关系 那注意 你不能光看这个长相认为 你看这个sore improvement和craft 对不对 这个并列 这个其实并不对啊 因为你按的连接的只有两个名词并列 至于这个名词的定义什么形式 并不影响这个并列关系 这个并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你要看这个定语 这个两个定语啊 就是craft跟offcraft这个意思的一个区别 这才是核心的考点 而你不能说要它长的一致 长的一致是很容易错的啊 因为很多的一些男女的考题 它可能长的并不一样 但是我们并列的只有两个名词 它的定语跟这个并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 要记住 所以B肯定不对 C呢先保留 再看4D啊 4D的话呢 也是加强这个南部的一个经济 没问题 然后through身后呢 是增加sore 对吧 这个是一个动名词短语 没问题 然后这个变成crop diversifying 怎么也是diversifying crop 对吧 就是你要去区分这个庄家嘛 而你这么写的话 这个crop 这个写的很奇怪 因为好像把它当成核心词了 这个东西当定语修售crop一样 这个意思肯定是不对的啊 所以应该是这crop 当它的宾遇很可以 对吧 跟这个improve saw一样 当宾遇还行 那如果当放真的话 等于是 他自己的核心词了 把diversifying 当定语修售他了 这意思肯定就歪了 等于是通过了增强 和通过庄家 那肯定不对啊 所以d直接干掉 e的话呢 又跟a一样了 变成了一个 我和一哈这个加强 但是变成了经济的南部加强 这肯定不对啊 要是加强南部的经济才对 所以呢 这个e也不对 答案呢 选的是sensation项 好 再看第九题啊 这个题呢 也有点难度啊 它的outdoor是 状语总句 里面主语是乌龟 动作呢 是系统词 表语呢 是没牙 是吧 后面是状语了 就是在正常都没有牙 但是呢 这个后面啊 后面这个逗号以后啊 这个主句啊 有点不好看 为什么呢 主要是 它这个状语 没有加逗号啊 一般来说 状语会有个逗号 跟主句隔开 但这个没有呢 也很好理解 因为 它怕你看错 这个in turtle species 明显是往后 修是后面这句话 对吧 那因为前面点个逗号了 如果这再点个逗号的话 那么这个in species 就会前后都一样了 就可能让你 比较误判 它到底就是谁 而 如果这么写的话 没有逗号 你就会知道 那肯定是贴着后面修饰 对吧 就这么个写法 这个其实对错都没有 加逗号也没错啊 也可以修饰后面 只是它为了让你好看 就没这么写 后面的主语呢 这个的 Marlene Sharp 按照 其实都是修饰语了 真的何其是这个edges 就是说 这个这样的一个边缘 意思是 其实是这样的道理啊 这乌龟 它不长这样吗 对吧 比如这是那个乌龟头 是吧 后面呢 是那个它大那壳啊 像这样一样是吧 这是龟壳 这后面有个尾巴 是吧 这是脚 这是那个眼睛 是吧 好 然后呢 那么这是那个嘴 对吧 哎 这个眼睛 还不错 是吧 这里面的话呢 它这个edges 值得就是它这个嘴的 这个边缘 这一块啊 这个边缘 这一块 因为就是说呢 它这个意思是说 在现在的这乌龟里面啊 那它这个边缘 逻辑上意思应该是这个方式 跟它动词来看 应该是充当了牙的作用 对吧 因为就是它没有牙嘛 所以这个边缘比较硬 比较尖锐 它充当这个牙的作用 这个意思啊 如果A所写的话 这个dare 看了代词之后 先找这个指的对象 这个dare呢 应该指来一个 负数名词 这里面只有这个 curtis vicious 这还可以接受了 呃 那么function是个位移动词 那么fortis里面啊 只能当作一个状元 是为了牙而有功能 这个意思其实蛮奇怪的 如果你对这个 介绍意思比较了解的话 这意思就是挺奇怪 所以这个其实就 基本上已经干掉了啊 咱看逼远项 逼远项 逼远项 注意代词 还是要先去找这个指的对象 这里面它应该指一个 单数名词 这里面只能指前面这个乌龟 那你要注意了 这个意思不对啊 因为这些乌龟和这些乌龟 并不一定是一批乌龟啊 它指的是说 乌龟历史上没有牙 但近些年的一些乌龟的种类里面 是有牙 这个这个边缘会当牙嘛 对吧 所以边缘能充当牙的 肯定应该是 这些乌龟至少啊 所以不可能是前面这个乌龟 所以b肯定不对这个意思 c也一样 d的话用资可以了 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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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样的一个边缘 那function是未动词 那注意 这是个难点啊 第一选项里面 后面给了个ststu 那注意 如果这么写的话 因为后面加句子了 所以这个ststu 就会被单独框出去 当成在字面上啊 当成一个状语从句来看 因为s是连词 后面加个动作嘛 按照选项字面上 最合理词来读 所以这个s当链词可以有像的意思 s i do 想别吃饭 对吧 就当像的意思 所以如果如 d所写 就变成了说 这个这个edges啊 有功能 因为方式嘛 做一个不及乎动词 表示有功能 是说这个东西有功能 那就像牙一样 意思说就像牙有功能一样 这个边缘也有功能 那这个意思呢 看着还可以接受 如果只要化线部分的话 但是注意前面还有个没化线的转折呢 说虽然乌龟没有牙 对吧 如果如斯蒂所写 这个主句到方式为止的意思是说 虽然乌龟没有牙 但是他这个边缘有功能 但是你没说什么功能 对吧 因为牙有 比如牙可以有这个咀嚼功能 但牙也可以有这种 比如说那个党 这个党 党打击的功能 是吧 这样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跟前半句就行不成这个逻辑关系了 无意选择是答案啊 那么他的这个主语呢 还是这个边缘 动作呢 是function 这个functionS啊 叫极物动词短语 是充当的意思 是说这个边缘在充当 边缘是牙 所以会发现 D跟E 其实主句句型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说 这个边缘有功能 一个是说呢 这个东西在充当牙 那想跟前面形成一个 状语关系 那肯定是说这个东西充当牙 才比较合适 对吧 所以答案呢 选的是五一选项啊 D就不对了 好 咱们再看这个第十题啊 这里面呢 主语是features 这个特征啊 后面都是定语 是这个什么表面的一个特征啊 动作呢 是look like 啊 就是像 像什么呢 像这个冰川的 这个这个地基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feature指 这个dose指 feature呗 像这个feature 对吧 这是边缘啊 如果中A所写的话 这个soul呢 这个连词啊 意思是 所以 那个it 看到代词之后 先找这个指代对象 这主语啊 别动作是suggest了 这个it呢 应该指一个单数名词 因为翻这里面 找单数的话 那只能找到这个base了 对吧 但是你总不能说 这个冰川的地基 表面这件事吧 后面的意思是说 它是一个流动的兵嘛 对吧 那所以这个意思也很奇怪 所以A肯定不对 注意B选项 B的话呢 如果你把它带回去的话 前面还是主位兵了 没区别 那时候呢 如果你斗花后面 这加了一个名词 后面带了一个名字 也定语和同位语 那么这个suggestion 就明显 应该是前面的一个同位语了 一个名词 做前面某一个名词 或动作同位语 但注意 这块是不对的 意思上也不对 语法也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同位语 这个名词需要重复 在前面剧中出现过的名词 然后加个定语做解释 而这个suggestion 在前面 不管是features 还是nose 还是base 还是look like 这个动作 都跟suggestion 不是一类的东西 这个suggestion 表示的是表明啊 建议啊 的意思 对吧 前面并没有这么一个动作 或者是这个东西 可以被认为上 试这么一个建议 或者内容 对吧 所以这个b选项 这个suggestion 前面是找不到我 同位对象的 所以这肯定不对啊 你要同位语 需要跟前面的某一个词 或者某一个动作要意思上相近 才可以啊 所以b肯定不对 c的话呢 这个如果doer后面 加to suggest 就是一个目的状语了 意思别说 这个feature呢 为了能表明这个is 因为这是一个宾语了 是suggest的一个宾语啊 为了表明is 后面宾语 所以这个feature就 长得很像这个feature 那这个意思肯定不对啊 一是没有位来关系 二的话呢 你也不能说表明了一个is吧 肯定不是一件事嘛 对不对 所以c肯定不对 d这个伴随了 是说这个feature呢 表明了一些事 什么事呢 这个is呢 可能会curve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肯定可以接受啊 d先留着 无意选项 which is suggestive 这是个主系表 对吧 它修饰一个单数名词 这个单数变成了说 这个base了 就它是单数嘛 所以变成说这个基础是有建设性的 这是e的字面意思啊 是说这个base有建设性的 或者有建议性 这肯定不对啊 所以答案呢 选择是4D选项 好 咱们再来看第11题的啊 11题的话呢 主语是这个moose啊 然后呢 位语动词呢 是是啊 表语呢 是source 这是一个脂肪来源啊 那对于这些是状元啦 对于这些什么熊来说 那分号呢 表示前后是两个分句啊 之间呢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关系啊 两个句都可以加通子没关系 那这个by呢 会指代一个负数名词里面 该指的是熊吧 只有熊是负数啊 这个前面单数啊 这个is对吧 好 除语是熊 overturn是翻转嘛 编语呢 是延时 后面是目的壮语 是为了findom 这个dom呢 同时在一个剧中出现了两个代词 理论上应该指一个名词啊 那这里面更别说 这个唯一的一个副是熊嘛 那意思是熊翻石头找熊 对吧 这个意思肯定不对啊 很很奇怪 RB学乡带回去 那还是前面都一样不说了 那over turning walks 这一堆 这相当于是分号以后是没有句子了 对吧 还是一个读音短语 那肯定语法上就不对 直接干掉 C的话呢 over turning 这是个伴随了 就豆花的东西是伴随 那主语呢 还是跟他所修诗的一话主语啊 就是这个虫子 那变成了虫子 翻石头来找熊啊 这肯定不行啊 虫子太厉害了 那D的话呢 说 按照并列语 那they overturn 动词 必须是rock to find them 是装鱼 那也是使熊翻石头找熊 那肯定也不行 所以答案全是无异了 意思是说 这个位置定语同俱 修士bears啊 是这个熊呢 over turn rocks 都换insects 这没问题啊 后面是同位语 所以答案是无异选项啊 好 第12题 前面blame这一堆 到后为止 一看就是伴随吧 那就是去责备啊 这个troubles 这是动词 这是宾语 如果如A选项的 选的话 这个blame的主语 应该是compan的吧 这公司在blame 这种troubles 这种困难 那主语是公司 动作呢 是声明 事后是宾语同俱 从俱们中 It还是公司 对吧 戴死之代 现场的对象 是公司 动作是cut 减少了宾语呢 是这么多的workforce 对吧 就是减少这么多的 一个功能力量 那这个同位语 同位是这个10%的workforce 对吧 就是同位这个意思是 这可以不看啊 就是男生的工作 暗自并列句 那是跟前面这个 句子并列的 expector的声明 他跟announce并列的吧 就这公司又期望 期望干嘛呢 期望去 后面是一个期望的宾语啊 是个不定式短语当宾语 那这里面核心的这个动作啊 期望是报告这件事啊 报告一个loss啊 或者认为会报告一个loss 所以A呢 可以先爆料 问题不大 看B选项 RB的话呢 主语还是 前面都一样啊 主语还是公司 动作还是声明 身后还是必须从具 那注意 从具里面整个句型 有区别了 这个句型变成了 there ought to be a cut 就是这里有一个减少 注意啊 DRB句型 我们一般都翻译为 这里有什么啊 因为DRB呢 一般我们在英语中 可以把它当成是 hive的被动 比如我们讲说 I have three books 我有三本书 那这句话 你是没有被动态的 你不能说 three books haven by me 没这么说话 对吧 你就是只能说 这个 我们只能说 DRR three books 因为你都不知道 谁 不用说被有了 对吧 你就说这里有就可以了 所以所有DRB都翻译 这里有 所以如果如B所写 整个句型都不一样了 A的 并运从具呢 是说公司会减少 这么多的workforce 对吧 如果如RB所写 就是这里有一个减少 那这个意思很明显 就不太合适 对吧 你不能说这里有一个减少啊 所以这个B肯定不对啊 因为公司声明 这里有减少 意思上肯定不如 公司声明 我会减少干嘛 才比较合适啊 而这一般来说 DRB后面 不过这么一个抽象名词 一般都是DRBOOKS DRTABLES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名词啊 好 再看C 主语还是公司 LONO还是announced啊 这个宾语呢 是Cutting 注意啊 这个宾语其实问题不大 因为你在A选项修写的话 一个宾语从具 如果咱们抽一个词 当一个宾语从具的核心的话 也是这个Cut 为核心词 对吧 所以这两个 从核心词来说 其实A跟C是一样的啊 就是这个Cutting 问题不大 同位语问题也不大 按的Eater还指这个公司 Expensor 动词也没问题 注意 这个问题主要在这儿 那这个 他期望什么呢 那找宾语的话 这变成Reported Loss 所以这里面变成了宾语 是Loss 对吧 宾语在这儿 是这个期待了一个减少了 那么你就要看 A两个选项 A跟C 其实我期待的 或者是认为对象不一样 如果如果A缩线 就是我认为 会报告一个Loss 对吧 如果C的话 就是我直接认为一个Loss 那很明显认为一个Loss 肯定不对 对吧 肯定是我认为 我能得报告你的损失了 没有说我期望损失了 对吧 所以这C肯定不对 那D选项 这里面整个主语 变成了Announcements 对吧 那前面这个Blaming就不对了 你只能说 是公司在Blaming这个问题 责备这个问题 或者是归应于这个问题 你不可能说 一个声明在Blaming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D肯定不对 E呢 跟D是一样的啊 所以答案呢 选择是EA选项 好 再看13题 这一道考题的话呢 主要它看起来很乱很长 但是主要对于我们去能抽清楚 主干这个能力 还是要求比较多的 这里面如威选项所写 因为全化线了 你也就不 不要去看什么 就是带回去了 不用带回了 直接看就行了 主要是能力 对吧 of谁 to provide 都是定语 就是能力啊 这个能力 找动词啊 这不是动词啊 这有加可S了 是大气的一个responses like呢 注意啊 like是可以表举例的啊 很多同学总是看一些神奇的书 告诉你 like不能举例 都属于倒推啊 like呢 是可以表举例的 OG里面有圆句也会表举例 所以这没问题啊 然后such as也可以啊 但是such like不行啊 你只能说such as 或like 比较举例 such like是不对的啊 那动词在这儿其实啊 have become 这是位于动词 那有个问题 后面表语啊 准确 那因为前面 ability这个单数嘛 所以这块你用 have become肯定不对 所以A直接干掉了 看B选项 B的话 主语是ability动作 后面有一个定语的吧 那这里面 它比较友好的时候 给你做了个盗装 它把那个 位于动词放这了 那has become 表语是accurate的吧 把这个improvided那块 本身应该是这个 不是定语啊 这里面 我给你放在后面了 因为它躲避一下 这个逐语过长 做个盗装 这种情况啊 能看懂就好 还是那个 那句话 按照选项最合的意思来读 能看懂就是王道啊 不要挑毛病 你盗不盗装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啊 好 那如果如2B所写字面的意思是 能力变得准确 对吧 那这个其实很奇怪 什么叫能力变得准确 对吧 能力可高 可低 可大 可小 但不能准确 对吧 所以这其实B并不太对啊 直接干掉 意思不对 C呢是说科学家的主语 动作呢 注意啊 这个become able to 这三个 这几个词 可以当成一个助动词 就类似于像be able to啊 be likely to啊 对吧 包括像be capable of啊 这些都可以当作助动词 可以不算核心动词啊 动词核心是provide 提供 呃 编语呢 是其实modal上 意思是说科学家能提供一个准确的模型 那这个C可以先不留了 意思比较合适 再看4D 主语是科学家 动作是become 这个表语 这块变成accurate了 意思是科学家变得准确 那人更不能准确 对吧 所以这个D肯定也不对 E的话 主语是能力 动作呢 是become 对吧 这块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是能力变得准确 另外一个是这个主位 也不一致 对吧 所以E肯定也不对啊 答案呢 是3C选项 好 14题啊 这里面主语呢 是眼睛啊 这是什么海向的眼睛啊 adaptual是个一种词 那边缘呢 是darkness啊 适应了这个黑暗 那more quickly 好像同学一看到more 但就不会画成分了 呃 其实非常简单啊 如果你想画清楚成分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个凳呢 看成是一个连词啊 它是个连词 所以你身后 顿的右边 你单独去画成分 顿的左边 你单独画成分 你把more 让成个副词 你不用太管more的成分 所以这里面 quickly 就是前面这个 adapt的一个副词嘛 所以就是意思说 它quickly adapted to darkness 对吧 那后面的话 这个顿的身后呢 它可以省略 所以这块就剩了一个other animal 对吧 就是一个这个动物了啊 就剩了个动物了 那你可以补全 它之前的那些什么 像adapt这个动作啊之类的 但你会发现 你不管补谁 因为这attest定义嘛 修饰这个动物的啊 那你发现 不管怎么补这些修饰部分 补这个动作什么 它都不太对 你不可能拿眼睛 适应黑暗这个事 去跟一个动物 做什么事比较吧 对不对 所以这块其实就已经有问题了啊 所以咱们在看比较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不要老掉的这个比较里面 就老去想 哎就是比较 怎么比这个谁比 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乱啊 就是你其实呢 就以邓为分界 画一条线啊 身前你把证换得清楚 身后单独判断清楚成分 因为后面经常会省略 你可以选择把省的 你认为好都可以补上 你要注意 你能省的 一定是前面出现过的 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不能自己脑补一个不然 那肯定不行啊 你要补一个就是 哎 这个前面有不过就可以补 那你会发现 你不管怎么补 如果都没法跟前面去 可比的话 那就直接干掉了呗 所以这其实 你把成分划清就很好做啊 所以这块是已经不对了啊 所以A就基本上干掉了 这个比较肯定不对 看看B选项 主语呢 还是眼睛 动作还是适应 B还是黑暗啊 以邓为分界 这回呢 把这个DAS补出来 这个DAS 其实你放的前 放到后的都一样 但是你变成了说 Other animal does 这个DAS 可能就是不adapted的吧 那你还是跟A其实一样嘛 还是说 是动物在干嘛 和眼睛在干嘛 那这肯定没法比 所以B肯定不对 C的话 主语是I 动作是DAS TU B是Darkness 还是样以单位分界 那这回的话呢 这个肚部的是DAS 这回DAS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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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较 那这肯定可以合理 Allowing是伴随 主语还是S Allow 这S Allow什么 It指的是海象 他们去Hound 后面是宾部了 这个意思还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C先保留 D的话呢 因为是状语同句 主语是DAS DAS 会指一个副数名 指这个S呗 对吧 就是这个眼睛 他呢会接受 诗音 B是黑暗 然后DAN的后面呢 还是比达 还是有一个其他动物 对吧 所以这肯定也不对 跟AB一样 呃 5E的话呢 说 因为眼睛是主语 动作是Adapture B是Darkness 都一样的 DAN 坏的分界 这比较没问题 然后 DAS It allows It 单数代词 指一个单数名词 里面只能指这个海象了 那这个海象呢 会允许DAN DAN 只能指眼睛 为这个副数名词 是海象 允许眼睛去hunt efficiently 这肯定不对啊 不论是海象 允许眼睛去捕猎吧 肯定是眼睛去海象 这俩词反了 你改成这个 DAN Allow It 就可以接受了 所以E现在是不对的啊 答案呢 选的是 3C选项 好 再看第15题 主语呢 是Theory啊 动作呢 是Hose 身后是 必须从这里面的Hose 讲的就是 认为呗 对吧 这个Big Bomb 大爆炸理论 认为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呢 主语是宇宙 动作呢 是begun 宇宙开始了 In explosive instant 意思是在一个瞬间的吧 一个瞬间开始状语啊 一个瞬间开始 然后后面这个状语 什么时间的瞬间 是吧 这个意思 然后后面呢 这个and的身后并列啊 The has been expanding The has been 主语应该是universe 等于是两个并与同居并列 使用这个universe呢 现在又在持续扩张 自从认识之后啊 就开始持续扩张了 所以A 先保留 B选项 这个主语还是universe 动作还是开始 只不过改成了过去完成时 那后面也是一个 在一个瞬间里面 也是状语啊 那么and的身后呢 给了一个had been expanding ever since 那注意这块 其实成分上跟A一样 但是呢 这个实态明显不对啊 Ever since表示的是 到现在为止嘛 对吧 自从那到现在为止 应该用现在完整时啊 通过常识你也知道 这个宇宙是到现在为止 应该都在持续扩张中啊 所以speed肯定不对 C的话呢 注意整个B 从这里面剧情改了 逐于变成beginning了 开始 对吧 那动词是是 然后这个表语呢 是一个瞬间 就是开始本身是一个瞬间 这就很奇怪 什么叫开始是一个瞬间 我们可以说 在一个瞬间里开始 没问题对吧 那也不能说开始 本身是一个瞬间 这很奇怪啊 包括像这个 定义总句 它修饰这个instant也不对啊 那当然可以跳过 它修饰universe也可以 但这个反正跳的比较远 意思也有点奇怪啊 所以C肯定不对 D呢 注意还是一样 从今化成乱 把它带回去 主语是theory 动作呢 是持有 宾语这回注意 它变了啊 这宾语就变成beginning了 持有个开始 是吧 这是它的宾语 然后那么to have been 这是宾补了啊 就等于是把开始 给持有的 是有了一个瞬间的 这肯定不对啊 因为宾语和宾补嘛 咱们以前也讲过 宾补呢 它的概念是 未语动词 给宾语添加的新属性 换句话说 就是宾语本身没有这个属性 比如我们讲说 Mary panted panted表示的是图墙的意思 这就不写全了 然后the wall wall是墙嘛 the wall啊 那个墙 然后pink 这个pink就是宾补了 是在你宾语后面放一个学生词 那宾补什么概念啊 从语义上来说 宾补呢 是位语动词 pant 给宾语墙 填的新属性 换句话说 墙本身不是粉的 是因为图这个动作 所以墙变粉了 对吧 所以同样道理 这个如果如帝 所以意思是说 这个他我持有了一个开端 开端本身不是一个瞬间 但是我因为持有 所以开端变成了一个瞬间 这怎么都不对 那更奇怪了 对吧 那开端本来那不是一个瞬间 就别说因为持有 所以变的瞬间了 肯定不对 如果如意所写 宾语变成了universe 对吧 这是宾语了 通话比杠是一个宾母了 那等于是说 这个理论持有一个宇宙 把宇宙持有的开始了 这肯定更神奇啊 肯定也不对 答案的选择是A选项 EA选项 好 这个16题 这个题呢 特别长 但其实呢 你把成分抽清楚啊 很容易啊 咱们看看题 主语呢 是杀虫计啊 动作呢 是变得 表语是无效啊 如果啊 什么是无效呢 注意 如果后面 连此 加过去分词短语啊 这应该叫伴随 看到伴随 先找主语 他的主语应该是杀虫计 如果啊 杀虫计 动词是被用 对吧 被用啊 被重复在一个地方用啊 冒号表达解释啊 那么一个理由是主语了 被表明 被什么表明 被一个发现表明 对吧 后面是发现同学语从具 那里面是 这里有一些是population 在什么地方啊 那至少在语法上看起来 还行吧 意思能接受 A先保留 看B选项 前面是个伴随 对吧 那先找主语 也会发现 他真正到主 就在主语上面 when reason 对吧 所以是说一个理由 被在一个区域里面 重复的用 这肯定不对 因为不能是理由被用 所以这B直接赶掉 看C选项 C的话呢 if you say 对还是一个伴随 这里面主语 还是one reason 对吧 变得有效无效的 反正 不是 这是同位语啊 同位语同句 是one reason 被表明啊 那这个还是one reason 被用的吧 那肯定跟B一样 也不对 D呢 是说这个发现是主语 后面是发现的同位语同句 然后那么 这是 未动词是 是 表语呢 是suggestive 这块其实整个剧情 也不太一样 跟这个A啊 变成了说 这个发现是 有这个建议性的 这肯定意思就不对了 直接 那么同样 这个if you say 话是个伴随 这个主语 也是这个finding 这个finding 背用也不对 是吧 所以这个D肯定也不对 好 当然如果你认为 这个finding 它往后修设也行 那就变成两个主句了 这是一个主句 这又是个主句 也没连词 所以肯定也不 怎么都不对啊 语法也不对 这个E的话呢 主语是finding 对吧 然后后面主语 这块变成了一个 所有个定语 就变成了说这个population 它所拥有的finding了 这个话已经很奇怪了啊 那么为动词呢 是表明 呃 编语呢 是one reason 后面同位同句 什么理由呢 是这个理由啊 那这个if use 是个是个状语 所以这块 其实主要的问题在于 呃 这个你说 不能说这个population 它所拥有的发现 肯定不对 应该是说 这个发现内容 是这里有这么一堆 population 对吧 那它是能表明一个理由的啊 所以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 当然同样 你用这个 呃 这个杀虫剂变得无效 来做理由 同意也不对啊 你不能说理由内容 是这个杀虫剂变得无效 这意思也不对啊 所以这也是千成百孔 那这个题呢 虽然看着很长啊 你把这个主感成本利率 其实很容易排除啊 答案呢 选择是eA选项 好 呃 看这道题啊 前面呢 明显是一个状语了 就是在这个努力下 是吧 这话也不太用读 因为没划线的一个小状语啊 可以不管它 主语呢 是company 动作呢 是testmarketing 对吧 正在去market 一个 一个香烟 对吧 如A所写 是定语重句 在香烟里啊 等于是因为什么 先行词 香烟 在重句里面做状语啊 可以认为是in这个香烟 对吧 因香烟 因为主语是sin layer 动作呢 是被用 这块呢 to decrease 相当于是宾补了 因为 呃 等于这个是逻辑宾语嘛 因为被动给它吧 所以应该是某人用这个烟 啊 用这个layer 去下架 对吧 这应该是宾补 呃 降低这个oxygen 这是amount 是降低数量 那就是decrease的别语啊 然后enter是定语了 修饰这个 呃 养的 是说进入相应的养 对吧 后面 deerby slowing 是伴随 那是说这个 修饰的decrease 是说这个sin layer呢 降低了一个rate 后面是什么rate 那所以A呢 意思上看着还不错啊 先保留一下 看B选项啊 定语重句啊 这个day day是主语了 那他需要指代 先找他这个准备下 你会发现在句子中 并没有一个他的一个指代对象啊 你总不能指香烟吧 现在单数也不对啊 怎么都不能指 所以这个b这个day 因为没有个对象 所以直接干掉了啊 再看c c的话呢 定语重句 这回呢 等于是让先行思香烟 做主语了 是香烟主动用这个sin layer 动词用 并且是sin layer 然后呢 去下降什么氧 那这个香烟主动发出 用这个layer的动作 其实也不对 应该是说 是制烟厂 或者制烟的这个人 在香烟里面用这个sin layer 对吧 香烟不能主动发出 用这个薄片这个动作啊 所以这个c肯定不对 d的话呢 服位置也行吧 复香烟主语是sin layer 动作呢 是被用 逼逼逼逼逼逼下降 然后后面制定语重句 也没问题 有个暗的 表连词 并列连词 身后给了毒影 需要跟身前的一个毒影 相并列 但是身前并没有什么毒影 对吧 所以语法也不对啊 易选项 using sin layer 这堆这是个定语吧 这是个现代分词 短语的定语啊 修饰这个香烟的 还是一样变成了香烟 主动用c layer去下降什么啊 这个其实也肯定不对啊 所以答案的选择应该是ea选项啊 好 18题啊 这个题呢 这个vers表示对比 他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并列连词啊 表示两个动作对比啊 两个句子对比 注意啊 他不需要要求主语对应啊 因为连词嘛 都是两个动作能对比就可以 不需要主语对比啊 主语呢 是真 动作呢 是道次啊 然后后面呢 又是不能被拔出来啊 后面状语不能被从这拔出来 好 那后面呢 又是因为啊 这是一个装语重句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主语是黄蜂啊 这是主语 摘开里面不是甲克山啊 是黄蜂的意思 动作是有 宾允是真啊 因为有真 所以呢 e他指的还是这个真影啊 这个真能被拉出来 会再次被用 对吧 那a呢 其实语法上还行 你把前面的意思串一串啊 意思是说 一个比较 后面呢 是说 因为黄蜂有真 所以这个真就能被 扒出或者拉出来 这个意思肯定不对 什么叫因为黄蜂有真 所以真能被拉出来啊 这意思肯定不对啊 肯定是说 因为那个真很顺滑 那个真能被拉出来才比较合适 对吧 不能说有真 所以能被拉出来 这肯定意思不对啊 a不对 看比较像 主语是smoothness 动作呢 是文语曲 编语呢 是 这个dom 应该指一个复述名词 而你身前其实并没有什么复述 对吧 所以这块就语法又错了啊 代词呢 是不具备这个指代对象的 所以不对啊 c呢 主语还是真啊 动作呢 是表语呢 是顺滑的 真本身是顺滑的 然后按照表明链 并且这个针 并且这个针 它呢 这个可以被拉出来 这是微动词 又可以被再次去用 对吧 加个微动词 这个意思肯定看着还行啊 先保留一下 c先留着 再看4D 注意4D的话 其实语法又错了 因为VRS已经表对比了 这个in compression 也表对比 对吧 所以这肯定就不对了啊 所以D和E呢 语法错啊 答案呢 选的是3C选项 好 第19题啊 这个like呢 放在句首 可以表示 跟它主句的一个主语 去做比较 这里面就是说 像草场跟这个旧牧场一样啊 那身后这一堆都可以看作 是对草场跟旧牧场的 一个定义程序啊 就是说这个草场 意思是说这个草场 本身应该正在消失嘛 那主语这个sunpiper 是个鸟啊 sunpiper 这个wannishing是做定义 来修饰这个 呃 这个这个鸟的 wannishing表示消失的意思啊 是说这个鸟 在消失这个鸟 动词呢 是s 表语呢 是resout 这个 所以如果如a选项所写的话 意思是 这个鸟是一个结果啊 这肯定不对 鸟不能是个结果嘛 所以这个a就直接干掉了 b的话 bird is up 这是一个主语啊 你可以把sup看成是同外语 同外这个鸟的 叫反身带 此次以上同外语啊 那动词呢 是正在消失啊 然后后面呢 这个是状语啊 就是有语 那这种什么 development跟changes啊 所以b可以接受 拿鸟跟这个草场比 因为鸟也在消失 草场也在消失嘛 所以b可以保留 c的话呢 整个这块钱 能变成了一个主语重句 对吧 那后面是s 对不对 什么 那你不可能拿一个 从这件事儿去跟草场比吧 所以c肯定不对 d的话呢 这个是状语 然后主语变成了vanish 你等于拿消失这个事儿 来和草场比肯定也不对 主语这块有个皮儿啊 这个有个皮儿啊 表示了这个真是核心词 因为它就是它的什么 对吧 而这种没有皮儿的话 这个vanish是个定语啊 是个doin的一个简化定语重句啊 所以这个a肯定跟这个4d不一样啊 主题变析轻入这个部分啊 所以d不对 e的话跟刚才的d一样 另外它也没有过一种词 所以肯定也不对啊 答案是b选项 好20题 那这里面主语呢 是这个阿涅兹 对吧 这个一个人应该是啊 动作是harvested 然后边语呢 是vergentation啊 是一种植被 然后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植被啊 然后如果如a所写 注意what they not commonly call 这里面这个what是个名词啊 注意我们看到what以后呢 都需要知道 what这个词 它不是连词啊 它可以看成是名词 后面加一个定语重句 你可以把所有的what 都理解为是something that 直接这么改掉 然后来看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what本身是东西的意思 就是something嘛 那身后呢 整个的部分相当于是这个something的一个定语重句啊 定语重句 那意思是说这个something啊 他们现在叫什么 这个等于是他们现在叫something啊 这个东西啊 这应该是个鸟或者什么东西啊 或者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作物之类的 好 然后那么如果如a所写这个what呢 就这个something本身就可以当作是前门同位语啊 但是这个而那个道理东西这两个字 前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翻成东西对吧 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同位对象啊 所以这个意思应该就不太对 所以a基本就干掉了啊 看b选项 这些的高干扰像是b选项 aplot这个是同位语啊 这可以同位前面的这个plot了 对不对 这个wantily可以同位都不错 然后那么但是如果定语重句也没问题 啊这个day呢指什么呢 这个day啊 可以认为指这个阿涅兹 因为这里面可以当负数这个东西啊 单负可以同行 但是要有个问题 就这还可以写了一下 是古阿涅兹人对吧 所以实际上来说呢 他们这帮人现在应该都灭绝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说他们现在还叫这个 这是不对的啊 应该是说他们呢 把这个把这种东西当成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种这种种种植物植被了 那现在我们观众指的叫什么 对吧 他们已经是古人了 他们不会现在叫 他们已经不活着了 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day呢 虽然有複对象 但是意思不对 你不能说他们现在叫这个东西为什么 对吧 所以这b直接意思不对啊 如c所写 豆豪后面加上过去分词短语 可以当定语啊 用来去修饰plot 是这个plot被现在被叫为什么 那没问题 没有说谁叫 反正不是这帮人叫 对吧 所以c先留着 d的话呢 暗的是跟前面主机兵链 变成说这帮人被叫为什么 那肯定不对 人不能叫一种植物的名字吧 对吧 所以d不对 e的话呢 which it is not commonly called 这里面 which呢 要求先行词在里面当个成分 有个it之后 那我就不知道这个词当什么成分了 因为这个it也有 然后it指这个plot嘛 然后那这里面又有一个call的有个比喻在这 是吧 已经是双比喻了 那这个先行词没有地方放了 对吧 整个从具也是没有一个先行词的位置了 所以肯定语法是不对啊 所以答案呢 选的是三次选项 注意 定语从具要求 先行词必须在从具里面成为一个成分啊 不能不当成分啊 可以 人员 应iac